而且是互相参股 这个幅度其实相对来讲不算低 而且是一个蛮指标性的案子 那接下来就看这个主管机关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 那当然如果说处理的结果是正面的 我觉得会给台湾的股票一点 金融股也带来股 我觉得一定有 你看前一阵子上一次攻万点的那个金融 有一点点就是雷声大一点小 所以希望这个后续展开一个新的题材跟想象空间 股票就是要想象嘛 那这个就连带你刚刚提到的就是关联 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美股开盘之后的一个表现情况 在叶伦女士谈话之后 美股开盘的第一时刻的一个表现 透过镜面来做这样的一个掌握 其实全球金融市场已经七云八速了 对 因为这个美国股市其实已经横盘在一个载幅区间里面 已经相当久了 那现在这个前一阵子短稍微创立一个新高 现在看起来又回到区间里面 虽然那个废雪仙就是美国联准会的副主席 有出来稍微消毒一下 说你们不要把这个那个时间点作为一个很重要 升息的起点这么关注 但是这个还是关注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尾盘就是看他们有没有机会稍微指吻一下 那我们台股就是刚刚这个刘总也有讲到 这个没办法 就是这个外资主导的盘势当中 这个王后跟这个国王是一直往上涨 那其实我们讲就是说比较正面的想法 会不会就是有一些这个最近的股票也出现某一种现象 一直涨 涨两三年了 就是变成一种外资模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外资模式的这个特色 会出现几个情形 我们来看到这个外资模式的那几种情形 这种股票你看 大家现在思考的双千金创天下 大力光已经三千了 汉维科两千了 那台湾会不会有老三呢 现在缺一档一千的 这是一个重缺的位置 有没有人有这个资格来挑战呢 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外资 他们的股票通常他们会怎么选 他们一支股票做两三年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通常选什么 该产业的龙头 该产业的龙头 而且这个龙头它很有趣 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是台湾投资人认同 有没有加快脚步 好 那通常持股一段时间大买小卖 然后持股比例越来越高以后开始做喷出 而且它比较注重就是说 跟国际间同业的市值做比较 那本益比有的时候它反而会比较忽略 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张股票 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力旺 毛利率高 因为IC设计的部分零成本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它授权的客户有Samsung高通台积电 那未来来讲的话 这张股票外资因为持股成本很高 不过短线涨幅已大 大家未来可能可以 拉回的时候再来做留意 那下一档的话当然就是 华瀚刚才这个刘总讲过了 那我们先跳过 这个我们再来看下一档 序准 那这个是最大的USB不断电系统厂商 那接下来的话也有可能 走一个这个高价股的模式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 这个后面的几档 那可能稍微帮我们翻快一点 接下来是保亚 这个国内最大的美妆生活杂货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 也是外资持股 相对来讲很高 其实保亚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日K线 那日K线的话下面如果用外资的话 那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外资的逻辑就是一档股票 它可能连续买三到四年的时间 那未来来讲的话可以当做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范本来做一个观察 好 再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如虹 如虹的话大家当然就很熟悉了 那这个如虹的话 我们可能就是直接用K线 讲一个观念 下方其实我们给它上一个 这个所谓的外资的买卖超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外资的 这个买卖超会发现 他们在做这个股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它是用这个 你看这样黄色的这条虚线 它持股的水位是越来越高的 那你就是说其实过程里面 它会有这种上上下下的区间震荡 可是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它的股价是越走越高 因为它不怪之它去抓这个市值 拿你的这个市值 就是说你的台币报价 去算你的总股本 去跟国际间相互的厂商做比较 它反而有的时候 跳脱我们台湾本土 反而去抓本一笔的概念 那你说这是对也好 说不对也好 那没办法人家钱多买上来 你总是不能够说 人家股价在这个地方是假的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这个下一档 其他的股股的话 我们就稍微看一下 包括像上尾 你可以看到上尾 直接用这个日K线 下方的这个外资的持股 也是一直都出现 我刚刚讲的这种现象 那请注意就是说 它的持股 我们讲就是 你已经超过一定比例以后 你会发现到 在里面的散户跟短线 可是它变少了 那股性就会跟着改变 你举一个例子来讲 就好像有你的手伸进那个布袋系里面一样 就是你的持股比例已经太高了 你不卖 它股票会变得有点越来越飙的那种现象 所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说老大老二已经确定了 未来有没有机会有人去挑战那个老三 台湾现在还缺一档一千多的 那大家就可以趣味的做一下观察 我们也来看一下 目前ADR最新的一个报价情况 透过镜面来掌握一下 因为美股开盘之后 因为在他们三天假期回来 的确这个震荡的情况是比较明显 但所幸跟台湾联动比较高关联度的 日月光还有一趴的一个上涨 当然还得持续 不过这都是刚开盘的一个表现 透过镜面提供给大家 非常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的锁定